稟丞相, 探子回報 劉比正在部署, 離開新野, 遷往江夏 一切果然不出韓軍師所料 派徐書去勸行 結果就勸服劉比遷離新野 劉比多次向我提過 他對徐書念念不忘 徐書也不忘僱主 他們倆的主僕情正好讓我們利用 韓軍師對劉比的一切 果然是遼如指掌 連他要逃亡去哪裡都可以計算得到 劉比現在投靠的只有劉奇 只要趁他和他江夏 丞相可以派大軍追捷 殺他的措手不及 韓軍師的良策能夠不費吹灰之力 就可以令劉比敗走江夏 對我們真是大大有利 文若兄, 你過獎 我只不過是知己知彼 有韓軍師, 我軍真的百戰百勝 不過這個徐書不肯為我出謀獻賊 始終還是深邪劉比 他對誠相不忠, 可意不留 徐書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 天下皆知 誠相留住他在身邊 天下人就知道 誠相是多麼重情重義 文若說得對 徐書多無用, 都有可用之處 正如今次遠行, 可以變成勸走 我現在就正求劉比敗走 他一走, 就會成為暗中之變 老徒遙遠 不重要的書選就不需要帶 是 糟了, 我不懂分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要不這樣, 你幫忙選我, 幫忙摘 那就這一摘吧, 有勞雲信兄弟 雲信 對不起, 上次我的語氣很重 傻了, 這麼大事要下決定 一定很大壓力 比起我的語氣更差 更何況我們是朋友、好朋友 沒辦法的 我幫你忙 好 這兩條路向都是去到江峽 我在想應該走哪一條 其實你早已心中有數 第一條路, 經范城、襄陽 然後沿漢水直到江峽 比較平坦 第二條路, 同樣經范城 但就繞過襄陽 再越過荊山、長板坡 再沿當陽、漢津 最後才沿漢水到江峽 山路崎嶇, 路程迂迴曲折 將軍府上上下這麼多人 你應選第一條路 但我相信, 夫君你會選第二條路 為什麼? 因為如果曹操大軍追截的話 第二條路會避得過, 安全很多 最重要是安全 自我者莫若夫人 學雲信說, 你真是我肚裡的蟲 溫師, 你不是跟主公去新野大街嗎 為什麼這麼說? 關將軍跟張將軍說主公去了新野大街 我以為是跟你去 那去一支公去做什麼呢? 曹軍逼近新野, 留給武力抗衡 愧對百姓, 這麼令勢險盡 必須避走江峽 曹軍殘暴, 百姓可罪我軍 到江峽靈命安身之所 黑日起行, 左將軍留給師 全城一起?百萬行嗎? 那是嘛, 整個鵬人一起走 駝手摟腳, 什麼時候才到江峽? 楚公還是不想丟下百姓的 顧得好才行, 扶老攜幼 曹操大軍一定會追到我們 是呀, 是那邊, 走吧 連新野我都保不住 我真是愧對大家 幸好劉皇叔, 我是這六年 餓死了 是嗎?這六年是我們最開心的日子 我是誓死追隨 對江峽, 路途減身 再要你們受苦 劉皇叔帶著我們 我們去哪裡都不把 不把… 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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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皇 好了, 我們一起回去撿東西 好… 我知道你們一定反對我 帶百姓去江峽 但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喜百姓於不顧, 是不仁不義 我劉皇, 我劉皇, 斷斷不可以這麼做 我知道這麼做 很可能拖累大家, 會很危險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做什麼都是為了百姓 今天也是一樣 如果我做得不對 你們可以說話, 甚至可以罵我 但是也不可以改變你的主意 雲信 我相信所有的百姓都會追隨主公 爭取時間 你馬上回去和廣議員周平 預計一下葵文道綱需要多少糧食 如何分批出發, 以免混亂 收到, 雲信先行告對 雲信, 我不是很固執, 很迂腐 最初一聽的時候覺得是, 但是細心一想 主公的決定是最正確, 最令人敬佩的 歷代的君王像上 著眼的都是他們的霸業 有誰可以像主公你那樣 著眼百姓的和福 成敗得失, 只是一時一迅 人德, 才是萬古長寸 關事件中, 百姓就等於是我的家人 我只是不可以被我的親人受到傷害 主公這次葵文道綱, 一定千古全重 孔明有幸參與此事, 真是修理的福分 謝謝你支持我 有軍事理才是修理的福分 怎麼?明天的事要擔心嗎? 你放心吧, 主公一定會好好照顧我們 我沒試過離開新野 我沒試過和哥哥分開 明天是我們女卷第一隊出發 你哥哥做木匠的就會跟著第二隊出發 去到江峽之後, 很快就可以見回了 江峽路途遙遠 我們人又多, 還要父老葵休 曹冰隨時都會追到你 可能我以後再見不到哥哥了 傻了, 怎麼會呢? 為什麼不會? 現在打仗了, 你和雲上也可能… 對不起, 我胡說 好, 你好, 你好 進來 雲上大哥 找我什麼事? 我想看看你收拾好東西沒有 有什麼收拾? 你們女孩子就說, 任何都不捨得 是的 算我說有什麼不捨得 沒妨去到江峽買過 你也早點睡吧 你是女卷明天第一隊出發 我就是知道要去到江峽之後 才能見到你, 所以來看看你 只是幾天而已 你答應我 你一定要保重 一定要在江峽見到你 別傻了, 當然會, 我最怕死 你也是, 你要熬我, 會閃, 知道嗎? 嗯 外面兵荒馬亂, 你要照顧自己 嗯 我們一定會在江峽見到你 一定會 到時你再唱那首歌給我聽 唱歌? 好 一言為定, 江峽見 江峽見 字幕提供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